大家好,咱们今天接着讲 上一次咱们讲到家长的故事 家长讲自己 因为这些家长都是上儿童心理学家的课 然后经过这些课以后 这些人就开始做一些实践 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自己实践的故事 然后这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咱们还接着上一次的讲 这个故事就是说 这个爸爸要去钓鱼去 然后他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然后这女儿就跟爸爸说 他特别想去跟爸爸一起去钓鱼去 然后钓鱼是在早上 所以说爸爸就跟他说了 说他咱们去钓鱼 说要是早上的 你要去呢可以 但是呢 这个非常的 时间非常的长 你要在那等很久 早上起来非常的冷 你真的想去吗 就问他女儿 女儿就 他就真的非常confused 然后为什么呢 他就不知道 他就是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也想去 同时他又觉得这么冷 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然后呢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呢 他就改变主意了 说那我就在家待着吧 然后爸爸就走了 爸爸就去钓鱼去了 可是爸爸刚一走 两分钟 这个小姑娘呢 就开始哭了 就告诉他妈妈 我想去跟爸爸去 他不让我去 他怎么怎么样 他就不高兴 特别特别不高兴 然后妈妈就 妈妈一开始呢 这个脑子里也没想啊 这个就是没想着这个事 就回答他 就说你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你自己都决定了 你自己 你自己决定了 在家里头 你干嘛哭啊 对吧 别哭了啊 不要哭了 你要想哭呢 你就回你自己房间去哭吧 他妈妈一开始说 他妈妈 在干活嘛 就是有事儿干 然后呢 这个小姑娘就哭了 就回到自己房间去哭去了 可是过了几分钟以后呢 妈妈也觉得不对 妈妈就说 哎呀 这种事 我这做的不对了 就想起来了 那个 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都说了 应该按照心理学家的 这个 收到孩子 然后他就回到孩子 这个房间去了 然后就跟女儿就说了 说孩子啊 你是不是特特别想跟爸爸去啊 孩子也不吱声 他说我知道你特别特别想去 因为你好久你就准备要去跟爸爸去了 是不是 他说你呀 你是不是因为你你是不是就是因为爸爸说天冷啊 在外面站着很久啊 所以说你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你不能做决定是不是 哦 这孩子就回答了 是 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就你做决定 你的时间不够啊 你没有时间 足够的时间做这最后的决定啊 孩子最后就就知道了 孩子然后呢 这个 明白了 他说的 是是是 你说的对 然后呢 这孩子就 就就 一会儿就 他妈妈就给他一个hug 给他一个 拥抱他一下 然后他就 跟他妈妈玩了 一会儿就自己就跑着自己去玩了 所以这个解决的就是非常 非常有意思啊 一个妈妈做 就是他的 在这个解决这问题的时候 一开始呢他用自己的 通常的方法 就说哎呀你别哭了 你看看你自己说的你不去 你现在 你现在最后又去了 你看这个是 说实在的很多家长 我绝对干过这事 就说 咱们跟孩子说话 绝对说过这种话 你自己就决定了 你看看 然后呢 这个 最后呢他自己 孩子哭了跑了以后 他自己突然间想起来 试一下这个老师的方法 就是用疏导 去理解这孩子 当你跟他 实际上孩子要求 有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要求 非要 他哭 就是因为他心里觉得 我自己呢 并不是因为他 特别想去 我就是非要去不可 才哭 而是他自己觉得 他对他自己 这个决定 不是很满意 所以说你跟他讲一下 你理解他的心情 你理解这孩子 说你看看 你没有最好 最后做出这个决定 然后呢 你呢 也没有一定的时间 去做这决定 对不对 孩子明白了 父母亲对你的理解呢 他很快 他就 他就这个 心里就舒畅了 有的时候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小孩呢 就是真的是要理解他们 当你理解了以后呢 这小孩 他就变成另一个小孩了 否则的话 你跟孩子说 你这太无理了 你自己说你要 你要 你不去 你还 最后你还哭 哭什么哭 最后呢 家长也不是好家长 孩子也不是好孩子 对吧 这个例子就到这了 然后呢 再接着讲这个书 跟着书走咱们 下一个例子呢 又一个 然后呢 先讲一下 看你 你看这盘 这个植物是什么 这个植物呢 是 就是 橘子 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 小橘子 可以扒皮的橘子 他呢 是我的一个同事 自己家树上长的 那个橘子 特别特别好吃 就是我 真的是我吃 最好吃的橘子 然后 他 给我们好多橘子 然后我 他告诉我 可以种这橘子 然后我就回到家 然后我就给它种上了 他说种这橘子呢 非常有意思啊 我过去也种过这些 长得出来的 但是他说你要把那个皮 把外面的一层橘子的 那个种子的皮 轻轻剥开 然后呢 放在土里 它就能长出来了 这个 我呢 这个是差不多 一个多月以前 一个多月了 有 可能都快 快两个月了 以前种的这个 都长出 绿油油的 非常可爱啊 接着讲这个 咱们这书 下一个书呢 就是下一个 也是家长的故事了 家长讲自己孩子的故事 自己跟孩子的故事 然后 下一个呢 他讲的 他说呢 就是说 孩子有的时候 是有两种不同的 感觉的 就是说 他不是都一致的感觉 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就说呢 这个妈妈呢 他说 我在我这个老二 这个老大呢 是他跟这孩子 发生的故事 那老二呢 是一个新生儿 new baby 然后这new baby呢 刚生下 他说 还刚生 我就跟我老大说 这妈妈就说了 我跟我老大说啊 哎 你 你一定会很爱你的小弟弟 然后呢 等到这个 小弟弟生了以后呢 这个妈妈就说了 你是不是很爱你的小弟弟啊 就老大的就说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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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着脑袋就说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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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 这个妈妈就说了 哎呀 我知道 你看人家妈妈这个 这个啊 这个妈妈掌握得很好啊 妈妈说 说的 我非常理解你 你有两个感觉 你有两个感觉 一个感觉就是说 你呢 非常喜欢你的小弟弟 你喜欢跟他玩 你喜欢看他 是不是 然后呢 你还有一个感觉 你那个感觉就是说 你有的时候 不喜欢他总在你眼前 你就想让他走开 对不对 哦 这个孩子就说了 这孩子就感觉到 哇 你妈妈这么理解 我真的有两个感觉 一个感觉 我又喜欢他 又不喜欢他 两个感觉 就说到孩子心眼了 以后孩子就 这个孩子就说了 过一段时间就跟 就跟妈妈说 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的那两个感觉 我有两个感觉 你再给我说说 我的两个感觉吧 非常可爱啊 这个故事 他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 这妈妈说的特别好 但是同时呢 如果你处理不好呢 还会有 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啊 就是说 妈妈就说 来呀你 说儿子啊 你喜不喜欢你的小弟弟啊 儿子就晃着脑袋 说我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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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妈妈就生气了 你怎么能不喜欢呢 你看你这小弟弟 多可爱啊 你是你的小弟弟 这么可爱 你怎么会 不喜欢你的弟弟呢 就是 这就结果 那老大肯定不高兴了 更不喜欢弟弟了 对吧 肯定说的 这弟弟真讨厌 对吧 妈妈老叫我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所以说你最后 造成了弟弟和哥哥的 从小关系就不好了 对不对 就有一种感觉 小孩 所以呢 妈妈就承认了说 你有两个感觉 一个是特别喜欢他 有的时候你呢 想叫他走开 对不对 你理解了以后 哇 这个老二 这个老大 心情就很高兴 就是妈妈理解我 我呢 可以跟你讲一个 夹带一点 我自己的故事啊 就是说 我呢 就是我 我是only child 我就是我自己 我没有兄弟姐妹 我过去也说过啊 我爸爸呢 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那我爸爸呢 有兄弟姐妹六人 那他呢 我爸爸有 他们家有 前面五个都是男孩 这个老六呢 是女孩 所以说我的爷爷奶奶 特别特别 从我这个姑姑 特别特别 从我姑姑 我爸爸呢 经常就给我讲 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给我讲 就说 我姑姑怎么怎么样 我爷爷奶奶 怎么怎么 从坏了 我的姑姑 怎么怎么样 对他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那总给他吃苹果呀 给他糖呀 他们小的时候 就是不能总吃到嘛 就是偶尔 吃的时候 总是要给妹妹的 对吧 我爸爸就跟我讲说 你 因为我 我有三个孩子嘛 我爸爸就说 你一定要对他们 公平 不能有 宠 宠 某一个孩子 他说真的很伤害孩子 我爸经常讲 他现在有的时候还讲 就是我爸爸 就说我爷奶奶 怎么从 我爸都90岁了 还记着这事 就说明 当这个家长啊 不公平对待孩子的时候 真的很伤害孩子 甚至我爸都90岁了 还有的时候 还说这事 因为我呢 对这事理解是非常 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有自己 我没有这种感觉 说哎呀 我父母亲 有不公平的 对待孩子的感觉 但是我爸 我经常就是提醒我 你一定要对 特别是 特别是 因为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嘛 儿子是老 是中间的一个 小的时候呢 我有的时候 就说我儿子的时候 有一次 我儿子那时候 我估计 就是不到十岁吧 我儿子 有一次呢 我就批评他 批评以后 他就不高兴了以后 他就说 我儿子说 妈妈你 我想告诉你啊 妈妈 你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当时听了以后吧 我就真的觉得 好可爱 这个小孩 他就提醒我 因为他提醒我 我是唯一的儿子 你要对我好一点 然后呢 我回答他呢 我说 我说呢 我说的儿子啊 你呢 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 你非常非常的 special 非常的特别 那 你的姐姐呢 你的姐姐呢 是我唯一的 第一个孩子 她也非常的特别 那你的妹妹呢 她是我唯一的一个 最小的孩子 她也非常特别 你们都非常特别 然后我儿子呢 听了以后呢 他也没说什么啊 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走了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反正他没有生气 就是了啊 这就是我的答案 当时的答案 反正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真的 做家长呢 是一个 实际上一个 每一个家长 都是心理学家 对自己的孩子 都要特别特别的 真的就是 特别特别的 捧在手上 像一个珍珠一样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小心 不能把它掉到地下 不能把它伤害 就是真的是很重要 下一个 咱们接着讲书了 回到书了 又开始了 下一个故事就是说 也是妈妈讲的故事啊 就说这个孩子呢 这个有的时候呢 这孩子心情心情特别的不好 他就讲他的一个 四岁的孩子啊 这个四岁的孩子呢 这个特别不高兴 然后呢 这个孩子呢 我再读一下这个啊 他就说 这个孩子呢 特别特别的不高兴 就回到家 回到家里就哭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说 他说 哭了以后呢 家长呢 他说我每次啊 就是 看孩子一哭了以后 我就想赶快 叫他不哭 然后我就想赶快的 那个 想办法解决的 他说他儿子呢 这四岁的儿子 就是在玩那个拼板的时候 把这拼板给搞破了 然后他说 我就拿胶带去沾 他说 我只要是孩子一不高兴 我就去 这个 去拼命地帮助他 想办法让他不哭 想 想办法让他 高兴 他说的呢 后来呢 他说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他说 他小的时候 他妈妈也是对待他这样 就是只要他一 他一哭 他一不高兴 他妈妈就赶快 就想办法让他高兴 他说 他记得 后来呢 他就记得 他说的 这种感觉非常的不好啊 他说 只要是我 一不高兴 我妈妈就想办法 在我眼前 就叫我高兴高兴 想办法就是 解决我的困难 就想叫我高兴 他说的 我会感觉到 非常的那个 有负罪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就是 他一看到 他妈妈 前前后后地跑啊 跑来跑去 想帮助他 他说我那个负罪感 特别大 同时呢 他讲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呢 这个错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呢 就是 这个 我会感觉到呢 他说我会长大了呀 我会感觉 就是说 只要你不高兴的话 是一个错误 他说的人 只要一不高兴 他就知道 妈妈就来帮助我 他说这个 不高兴是一种错误 所以说呢 他就有负罪感 那么 错在什么地方呢 就错在呢 就是说 你这个父母亲 这样的话 错就错在 小孩长大了以后呢 他会 错认为 心情不高兴 是一种错误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 他会把自己的感情 藏起来 你知道吗 他会藏起来 藏起来以后呢 就是说 再长大了以后 他心情不高兴 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因为 他告诉你了以后呢 你会 跑前跑后 你会想办法去帮助他 他会 感觉到 非常的有 负罪感 然后呢 慢慢慢慢的 孩子就不会跟你交流 这个是我完全感觉到的 我们家孩子 绝对有这问题 就是因为我 干这种事 所以说 小孩呢 给你 你发现小孩 会跟你交流越来越少 他把自己不高兴的事 全都藏起来 我们家孩子就这样 我原来是找不出 这原因的 现在我就找出原因了 就是说 你不给孩子生气的机会 就是说 小孩生气是可以生气的 真的 就是说 你要叫他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会表达他的不满 即使是 就是说将来他长 就是他工作了 他出人代物了 他要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压抑自己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家长的故事 他说的 他说呢 他后来呢 就是说 就是说 你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感觉 不高兴 你要叫孩子知道 真的我很理解你这样心情不高兴 不高兴是可以的 不是坏事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真的 就是作为家长 要明白 所以说你 如果 如果孩子只要是意义不高兴 你就马上 你shut the down 或者是你告诉他 这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样的话 真的叫孩子就 他就不会表达他自己了 比如说在工作 长大了以后工作 他心情不高兴 他不会去表达的 他就埋在心里头 你看这个 好多美国孩子 他就非常会表达 他就说 比如说 有人对他说一句话 他不愿意听 他说真的 我真的 我不preciate你跟我说这个话 就说我真的 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讲话 他会表达自己的心情 那好多呢 咱们的孩子呢 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 那当然我们更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表达自己的心情 比如说别人说你啊 什么的 你就不会说 你不会去 你不会去表达自己心情的不高兴 这个真的很伤人的 小孩长大了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活里头的一个缺陷 实际上是一个缺陷了 变成一个缺陷 你从小就这么一点点去教育他 这样不要去表达自己 长大以后他就不表达了 那下一个呢 再讲一个故事啊 也是家长的故事 然后他就讲他儿子了 他儿子有一天回到家里呢 去打这个橄榄球 回来以后呢 就说说这个我呢 今天呢 我这球打得真不好啊 他说我打得我太那个什么了 一下就让人家给我推倒了 我太弱了 我太我太糟糕了 太愚蠢了 我真的不咋地 然后呢 他爸爸就说了 他爸爸就说了 他爸爸说呢 说你今天呢 今天你这个 你这场这个球啊 真的很难 是不是 他爸爸他就说是 他说是 然后他就 他爸爸就说了 他爸爸说你那个 你是不是希望你更强啊 他说是啊 他说你是不是希望你像那个 OJ Simpson 他这本书啊 OJ Simpson 大家都看过 就是OJ Simpson和Nicole Simpson 那个 OJ 最后把他那个 把他在 在洛杉矶那个地方 他最后把他 wife给杀了 这个故事 对吧 他这里讲的OJ Simpson 就是那个OJ Simpson 为什么他用这个呢 就是 这个本书呢 是82年第一版出版的 所以说当时呢 OJ Simpson 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橄榄球运动员 所以说他爸爸说 说的儿子 你是不是希望你是 OJ Simpson 他说是啊是啊 他说你看 如果你是OJ Simpson的话 你 你会把他们所有的都 抱住你的人 都给他推倒 是不是 对呀 他说你 推倒他们以后 你就可以跑 最后你就可以得分 对不对 他爸爸 他说对呀对呀 然后 他爸爸 他爸爸就说了 他儿子就说了 对呀 爸爸说的下一次呢 我觉得我下一次 我会打得更好一些 跟他爸爸就讲 所以孩子心情就变了 对吧 然后他说呢 他爸爸也说 对我知道你下一次 一定会打得很好 那么他这个爸爸这个方法呢 就用那个老师讲的 那个方法 这心理学家讲的 说你给孩子一个 童话一样的 那个 一个希望的 疏导他 就说你看 你 是不是你希望像OJ Simpson啊 你像OJ Simpson一样 把他们都推倒 然后你跑到去 你得分 他这个就是用的那个方法 最后呢 这孩子就很高兴 孩子就说了 我知道我会弄得很好 他自己就想出办法 我下一次要好好打 我会打很好 那他说的 如果呢 他爸爸就讲这故事 给讲他儿子的故事嘛 他说的 我知道啊 如果我通常呢 我怎么会回答这孩子呢 哎 没什么了不得的 不就是一场比赛吗 下一次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 你下一次一定会打好的 这个就是 他通常爸爸说的 爸爸说我通常会这么说 说你是很好的运动员 我知道的 你下次肯定没有问题的 他说如果我要这么说的话 我儿子肯定会不高兴 跑回自己房间去哭去了 生气了 对吧 他说呢 这个爸爸就讲了 他说我在你这个 学习里头啊 他说我感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越想有的时候 让孩子啊 你越想叫他心情好 你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越不管用 他说如果你呢 让孩子知道呢 这个 让孩子知道呢 让孩子呢 很舒适的知道 是可以 有的时候你是允许你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并且呢 你要接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这个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把孩子心情就搞好 所以说你搞好孩子的心情呢 你要疏导他 而不是你就说 简单的去 叫他感觉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 心情不好是假 不是真的 你无所谓的 这都不是什么真的 不能去阻止他 而是让疏导他 然后呢 这个爸爸接着说 他说我觉得呀 这个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高兴的 一个幸福的家庭呢 是应该允许小孩啊 有的时候表达自己心情的 不愉快 就是说 你想叫家庭高兴的话 那你就应该给孩子呢 一个这个 疏导他的心情 允许他有不好的 这个 不高兴的时候 这是这个故事啊 下一个 还有一个故事 咱们最后再讲一个啊 然后他讲一个故事呢 就是有一个孩子呢 也是讲他这个 回到家 回到家 我就跟爸爸说 他说我太愚蠢了 我太愚蠢了 他爸爸说 你怎么搞的啊 他爸爸说 你不愚蠢啊 谁说你愚蠢啊 然后他就说了 是啊 我很愚蠢 大家都不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很愚蠢 他爸爸说 谁说的你愚蠢啊 你是我认识的 这个八岁的孩子里 最聪明的一个 最聪明 他说 他儿子说 不不不 我最愚蠢的 他爸爸说 没有啦 你没有愚蠢啦 然后呢 这个妈妈就说了 妈妈说的 他说他的丈夫 跟他儿子说 他说他愚蠢 他说他不愚蠢 就说啊说啊说 他说我实在听不下 我就走了 我从房子里就走了 妈妈就听不下 他俩就 老在你 你来窝窝网的 就在说 这个愚蠢和不愚蠢的事 然后后来呢 儿子生气了以后 儿子就回到自己房间 然后妈妈就来了 进到儿子的房间 妈妈就说了 他说 我觉得你今天啊 真的有一个非常 难过的一天 是不是 儿子说是 他说真的 我真的很难受 然后呢 他妈妈就 他妈妈就跟他说了 妈妈说 我知道你今天 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一天啊 然后妈妈就开始了 他就说 我就给他讲啊 我随便的就讲 他过去儿子做过的事 和他过去说过的话 好多呢 就说你看 你看 就是你过去干这个事 干得这么好 你过去说过这个话 说得太好了 说啊说啊 就一个就在跟他讲 儿子也不吱声 儿子也不吱声 儿子就在那听 最后呢 儿子也开始了 参与了妈妈的说话 说妈妈 你还记得吗 有一次 这个你找不着 你的车钥匙 你到处找也找不到 你到处找也找不到 最后说 我告诉你的 你应该回到车里 去找一找 最后你找到 你还记得吗 他妈妈就说 对呀对呀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帮助我这么打 你看 你多好啊 你多好 对吧 最后孩子就高兴了 跟妈妈一起啊 就高兴了 就高高兴兴的 去玩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孩子有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就是你告诉他 你说孩子就说 我愚蠢 你说你不愚蠢 是没用的 就是你直接就说这个 你说这为什么没用呢 就是你 你没有真正疏导他的 这个心情 他呢 缠绕在这个 他的思想缠绕在这个 特别不高兴 你解决不了他 你给他堵住了以后呢 堵住他的感觉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呢 他妈妈呢 给他疏导他 用他过去举过的一些例子 你看你过去干过这个事 你干过那个事 他一开始也是 不高兴的 他最后呢 他妈妈讲了好多好多 最后他参与了妈妈的讲 就说明他 在听妈妈说的话 他也同意妈妈说的话 然后呢 最后他也讲自己 聪明的故事 对吧 你看我帮着妈妈找钥匙 我多 所有的人都找不着钥匙 最后我帮着妈妈找着了 所以说他这个结果 就是说呢 孩子高兴了 同事的妈妈 这个孩子呢 又重新 重新树立了 对自己的信念 就是说孩子最后呢 也肯定了自己 对吧 你看妈妈 我多聪明啊 我那次 我都帮你找着钥匙了 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 这个孩子最后呢 他又重新 树立了对自己的这个 信念 他没有觉得自己 到最后他没有解决了 他觉得我自己 真的很愚蠢 很愚蠢 最后他知道了 你看 我还是很聪明的 你看我都帮妈妈 找着钥匙 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说 孩子呢 就是真的跟孩子说话 真是一个 真的是一门艺术啊 就是说你 你不是 光是这个science 不是科学 而是一门艺术 就是说你这个 当你处理好的时候呢 你把孩子呢 就是 本来就不高兴的心情 他就 他就变得好了 对吧 这个只是就是说 你看他现在 但是你从长远上看呢 他不光是现在了 他不是就是一个 简单的 哎呀孩子不高兴了 他马上就好了 他解决了好多的问题 将来他长大了以后 会不会有自信呢 这很重要的 他可不可以 他要承认自己的感觉的 比如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 他要发现自己 心情不好 同时他会解决 自己心情不好的办法 他会学会自己找到 然后呢 树立自己 对自己的信念 这真的很重要 那咱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儿 下一次呢 咱们接着讲 这个 家长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啊 还没有讲完 咱们还要再讲一次 才能讲完 然后呢 咱们给讲第二章 这只是第一章 讲到了43页 43页 这个书一共有242页 太早了呢 所以说咱们一点点讲 一点点听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